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500演唱会最嚣张的嘉宾。 直接掏出话筒合唱,全场观众都不淡定了,在一个颜值为王的时代,卡车司机样的500,杀出了一条血路,说明上天还是眷顾有才华的人。 五月天假唱风波时,无数人发段子,各种调侃,500,什么,演唱会还要自己唱,500,什么,你是说现场歌里假唱,500,什么,我想唱都没得唱,你们居然假唱。 可见500老是在自己演唱会上,拖卵是出了名的。一打开抖音,就是500在你说,然后双手一笔话,全场大合唱,梦醒时分,你知道吗? 有时候,陈书画看了真的很想报警,500,你把我的代表做完成啥样了?你说,你500可是来开演唱会的,结果开完演唱会麦克风电池还满格,这能说得过去吗? 也亏500面子大,死中粉丝还得买账,花钱来就是享受KTV似的,不仅没意见。 还嘻嘻哈哈可好醒,那边乡,见此情景,年龄渐长,握紧小拳头也吼不上去的苏建信,默默留下了悔恨的泪水。 苏建信演唱,死了都掉爱,颇感吃力,当然了,以上纯属调侃,因为网上疯传的,都是网友玩梗。 500除了在演唱,梦醒时分,实惠调动情绪,引导歌迷大合唱之外,其他演唱会时间,他都特别卖力演唱,绝不会在一场本属于自己的演唱会上充当路人,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说到500,他原名吴俊林,台湾省新北市新店区算头村有个堂场,他父亲在那里上班,母亲上街卖冰榔。 海边的风吹拂着这个叫吴俊林的农村男孩的头发,一吹就是18年,你终于知道了,为什么他在演唱会,总要把电扇吹到最大,那不仅是爽酷,其中恐怕还多少有一点童年的情节呢? 就是在那时候,他还喜欢别人叫自己500。 为什么叫500呢?因为他小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,我们功课全部100分,所以叫500。 可见我们500老师打小就聪明。 但就是小时候成绩这么好的好学生,高中毕业时,却由于身体原因导致高考失利,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落差。 在父母的安排下,十几岁的他做了一名邮差,但是他怀揣着一个音乐梦想,他的音乐的启蒙地是500高中的军乐社,当时他对管乐十分着迷,没想到从此对音乐沉溺到不可自拔的地步,甚至丢掉课本、大碗店吉他和组班的。 有一年,英国摇滚乐队低扑扑扑在台北市举办演唱会,作为歌迷的500专程从新北市跑到台北,就住了下崖,因为他没有钱,能省则省,住在没有办法遮风避雨的布板房子里。 就是那种只要台风经过,就能捡走屋顶的破房子。 之后他为了温饱做过业务员,推销过保险,摆过地摊,骑摩托去火车站卖过英语教材。 经常因为长得比较凶,像成奎安,而将路人吓跑。 那时他经常穷到一天,身上只有五十块吃一餐,后来到乐器行上班,拜崔可全为失学拦掉。 仍然穷得苦哈哈,为买一把八千块的垫吉他,韬光身上仅有的六千块钱,再向人借了两千才买到。 可是,正是这股对吉他的满腔热情,却让吴白搞丢了乐器行的工作,因为乐器行上班时间是禁止弹吉他的。 1988年7月11号的晚上,吴白的弟弟在参加完公司聚餐回家的路上,遭遇车祸,不幸离世。 次年的4月,小弟升学考试,在母亲带着去庙里祈福的路上,不幸遭遇车祸,已离世了。 多年后,吴白还为两个弟弟写了一首歌,歌名叫做《破碎的收音机》歌词中唱道, 你是否看得见我,有没有话要对我说,我没有为你守候,相思很痛。 那时候,吴白已经开始在地下乐团玩乐队。 有一次,吴白到外交和唱团的场子代班时,遇到了缅甸华侨被厮守朱建辉。 两人相见恨晚,惺惺相惜。 第一次一起做歌,朱建辉立刻被吴白狂飙的电吉他神气害住了, 那么有力,那么有人性,那么狂放不羁。 他就萌生了和吴白一起组乐队的想法,想定主意,他就给吴白打电话, 结果,接电话的人说却说,吴白去练歌了。 他心里咯噔一下,沃飞人家已经名花有主有乐队了, 怎料几天后,吴白打电话来说,小猪,我们组个班的吧。 原来吴白和朱建辉一起玩过一月之后,对朱建辉也是颇为欣赏,恋恋不忘。 朱建辉文言大喜,后来他们又拉来了, 意大利籍的美国人鼓手Dino The Volta以及键盘手大猫,于大豪,组成了China Puru隊,China Puru隊, 随后,音乐人尼仲华被吴白和China Puru乐队身上体现的鲜活的生命力所打动, 最终决定发掘吴白并与他签约,吴白也从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。 尼仲华可以说是台湾地区摇鬼乐歌手的伯乐, 林强、吴白、张振月都是经他挖掘的。 刚签约吴白的时候,他还被同行嘲笑, 你为什么会牵一个长得像卡车司机的歌手,吴白的伯乐尼仲华。 有人戴着一副大苍蝇墨镜,穿着紧到步行的裤子的。 距果蛮大的,后口袋还硬栽了个皮夹。 他在台上又唱又扭,有种别人没有的魅力,打到了我。 我跟自己说,哇这是没看过的。 于是尼仲华将吴白收入麾下,将他与自己创立的厂牌真言社签约。 1992年,吴白推出第一张专辑《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》,这张专辑最终销量为不到8万张。 这个销量在当时台湾音乐的黄金时期,基本上已经宣告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结束。 没办法,吴白长得又不帅,走得又是摇滚小众路线,出出茅武有8万销量,已经算是不错的了。 但和红这个字还相差全书。 也在思考自己未来之路的《500》,有一次坐出租车,偶然听到刘德华唱的《坎眠》,他突然想,自己的音乐虽然前卫先锋,但是太注重这种先锋性,少了一些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。 反观刘德华,他唱的是很传统的情歌,可是却动了真情,反而很容易打动人。 如果能够将自己音乐上的探索和真情实感结合起来,那他想这应该会得到听众的喜欢。 于是,就有了《荡人情歌》。 《荡人》,非常符合《500》的形象定位,注意,是荡人,不是荡子。 当荡人唱起情歌,和荡子王杰一样有杀伤力。 一种有台位的底层无奈,令《500》一炮而红。 之后,他的路就很顺了。 挪威的森林、白歌、猎桥等歌曲都传唱一时。 张振月、黄音音、黄心灵等热门歌手的作品中,经常也会有他的参与。 《500》还和蔡健雅合作了一首,《情天与天》和杨乃文合作了一首,说不出口。 《美女与野兽》的组合,也总能擦出别样的火花。 在节目中见识过无数男嘉宾的小艾斯则表示,《500》是他遇过的最温柔的男生。 《铁汉柔情》一词,被《500》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《500》还接连为刘德华、张学友、万芳等人、世界第一等,如果这都不算爱、夜照亮了夜等作品作曲。 他那种不羁的音乐风格,总会给其他较为传统的歌手带来新的感觉。 现在,《500》也已经55岁了,回望自己年轻时的模样,他肯定是属于没有忘记自己初心的人。 他的音乐风格变化不大,就是身材管理有点走样,越挨越大神样,反过来看他年轻的时候,似乎反而有点小帅。 《500》为什么会受年轻人的欢迎,因为当年的先锋现在成了怀旧,而《500》还保留着一股摇滚的锐气,同时又不乏动人的,可以前场大合唱的情歌,这是他的杀手锏。 在一个颜值为王的时代,卡车斯基量的《500》杀出了一条血路,说明上天还是眷顾有才华的人。 如果你像《500》那样,在年轻时也受过很多挫折,不要气馁,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,说不定下一个《500》就是你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哦。